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来看 斯大林的妻子雷杰日达是个积极的女权运动者 她在自杀前已经进入工业学院学习 在她的人生计划中她要走入社会不自工作 这和大男子主义的斯大林完全相冲突 所以长期压抑的生活环境可能成为她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 对于她们年幼的女儿斯维特拉娜来说 母亲的去世 父亲忙于公务 使其从小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 尽管在物质上 她从来不缺少什么 二 学业和爱情被父亲粗暴干涉斯维特拉娜 在17岁的时候 向往文学专业 却被斯大林批评为流氓文人 于是坚决地让她选择了历史专业 这对于青年时代的斯维特拉娜来说 投身文学的梦想破灭 是一个很深的打击 然而斯大林极强的控制 欲还没有结束 二战期间 为安全起见 斯维特拉娜被送至现在的萨玛拉市 她在那里开始了出列 对方是个导演兼编剧 名叫阿列克谢卡普列尔 斯大林听说以后大为恼火 阿列克谢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流放 后被送往集中营劳教 三 婚姻受到父亲的摆布斯维特拉娜 在苏联一共有两段婚姻 第一位丈夫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 莫罗佐夫 是个犹太人 这段婚姻在斯大林看了也是不合适的 没过多久 就把他们拆散了 第二任丈夫是日丹诺夫 是当时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之子 这在斯大林看来是非常满意的 斯维特拉娜甚至没见过日丹诺夫就结婚了 堪称俄国是包办婚姻 同样 这段婚姻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四 父亲去世后叛逃苏联1953年 斯大林忽然去世 斯维特拉娜对此感到非常一过格不安 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去世 前不久依旧身满硬朗 散布的时候 连青年保卫人员都追不上 这也似乎更加剧了 他对苏联政权的恐惧感 终于在1967年 斯维特拉娜借口去印度 之后辗转到了美国 在当时整个世界为之轰动 苏联当局只得说斯维特拉娜是被批准的 出国多久 由他自己决定 然而直到1984年 他才因为经济问题回到了苏联 短短一年以后 他再次逃离苏联 从此再也没有回国 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 斯维特拉娜对于斯大林女儿的称呼极其反感 他曾公开说道 如果他知道我做的一切 会枪毙我 可见 大男子主义的斯大林 在其家庭教育方面 特别是和女儿的相处上 做得非常差劲 其性格在其强硬的政治手段上就可见一般 尽管苏联在那个时代 超前的完成了工业化 同时已埋下了深深祸根 斯维特拉娜去世二十年前 苏联就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个容貌和斯大林颇为相似的女人 却早已对整个国家心灰意冷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 reflect